盧智緣幫我吹頭髮 喔好啊 等我一下 哈囉大家好我是智緣 這是一個美髮頻道 如果還沒訂閱可以訂閱一下 如果還沒追蹤我IG 記得追蹤我IG喔 我想大家很多時候應該都跟我一樣 就被另一半叫去幫忙吹頭髮 但是你根本不會吹 所以今天我就要教你怎麼樣正確的吹頭髮 如果你沒有另外一半 也記得把影片繼續看下去 起碼今天看完之後 你就很會吹頭髮 吹到等到有另一半的時候 你就能使出 拿走絕火 OK我們就繼續看影片吧 OK我現在就要示範教大家怎麼吹頭髮 首先你一定會先經歷這個階段 就是毛巾包在頭髮上 那通常都會包一下子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它拆下來吧 如果它已經快乾的話 就把它拆下來 待會用手梳順就好 如果它還很濕的話 盡量用按壓的方式 因為有些人會在那邊搓啊揉的 這樣不好 因為毛裡面排列方式的關係 如果你用搓的啊揉的 待會會比較容易毛躁 總之我們就先用按壓的方式 接著用手稍微把頭髮順開 抹上適當的護髮油 這個步驟超級重要的 但如果你不會抹的話 你也可以叫你女朋友自己抹就好了 如果到這個時候 它的頭髮還是梳不開 那它需要做的是護髮 一般來說我們有辦法幫忙吹的 都會是直髮 如果你要幫你女朋友吹的是捲髮 難度會稍微高一點點 如果你是內彎的啊 跟直髮 我想你都能幫上忙的 吹頭髮第一個步驟就是頭皮 要把頭皮吹乾的原因 有一個很大的關鍵就是 我們要先讓髮根回到正確的位置 如果你先把髮尾吹乾 然後頭髮這裡髮流是歪的話 頭髮就會很容易毛躁 而且感覺頭髮很亂 所以我們要先把髮流是矯正好的 在吹乾頭皮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順便矯正髮流 這個時候你需要一台吹風機 那我不知道大家家裡用的是什麼樣子的吹風機 因為這台吹風機的話 有熱風、冷風、溫風可以控制 一般我們吹頭皮的時候 你可以先調到溫風 這台TESCOM的吹風機裡面 有非常多種溫度的選擇 總之我們會先調到溫風 為什麼要調溫風呢 因為如果太熱的風一直往頭皮吹的話 第一頭皮會容易變得緊繃 第二如果你的距離保持不當的話 也很容易燙傷頭皮 基本上溫風只要有點微熱的感覺 就足夠把頭皮吹乾了 記得大家一定要先把頭皮吹乾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矯正髮流以外 細菌也比較不容易滋生 比較不會容易有頭皮屑啊那一些的產生 而且如果你用的是溫風 你就不會怕燙到它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吹頭皮的時候 我都會輕輕的挑起來 不過你應該可以感覺到 它風非常的大 我老婆頭髮算是非常多的 你看它頭髮還在飄動的過程 所以它的風力算是蠻大的 即使是溫風吹乾也不會太久的 記得風口一定要由上往下 這樣去吹頭髮 然後用手稍微撩開來 最裡面的頭髮比較不容易吹乾 請記得一定要用手打開 這個時候不一定要打開髮尾 然後從髮根這樣撥開吹就可以了 各位男生或者女生也是啦 就是你吹頭髮的時候可以有個小技巧 如果你用五指這樣夾著的話 你就可以撐開髮根 然後又不影響髮尾 基本上髮尾不會毛罩以外 又可以把這個地方吹乾 一般來說 吹頭皮的距離大概在15公分左右 這樣子的話 比較不會燙傷頭皮 當然我們用的是溫風 已經非常的安全了 OK我們就這樣把頭皮吹到全乾吧 在吹頭髮的時候務必 吹風機要稍微輕輕的擺盪 千萬不要停在同一個地方 那一定會燙死 就算是溫風 我們現在已經把頭皮吹得差不多乾了 如何判斷呢 你可以用手指頭伸進去頭皮的深處插進去 如果你感覺上有一點點潮濕 那就是還沒乾 那我們就再繼續吹 像我現在好像就有一點點潮濕 OK我們繼續吹吧 頭皮吹乾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吹頭髮這一段 先把頭髮稍微用順一點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調整到熱風 Tescom裡面有溫風冷風熱風 這一次我們就要調到熱風 直接用最大風 很多人不敢用太燙的風吹 會說頭髮會受損 但是你千萬不要害怕 Tescom在這裡有一個特殊的專利 這裡有膠原蛋白可以釋放 所以這個風口在吹的時候 這裡也在吹 而且這個風口是保養型的風口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風設計比較特別啦 總之它的風不只從這裡出來 它這裡還會有吸其它的風進去 所以不會只有純粹加熱的風出去 然後這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這裡這個孔 這個孔就會釋放膠原蛋白 待會再跟大家介紹其它功能 這個地方會有膠原蛋白 所以頭髮就會一定的光澤 這個膠原蛋白每天使用30分鐘的話 基本上可以使用到兩年才使換 它有一個膠原蛋白盒是可以做替換的 打開上面的蓋子 裡面這個盒子 是可以再跟他們原廠購買的 這個我才剛用沒多久 所以它還是可以繼續用 而且每天30分鐘用兩年 夠了啦 後面有一個地方決定你要不要開 上面寫著奈米離子 只要選擇打開的時候 這個風就會同時開 但因為它能用兩年 基本上我就是不開白不開 永遠都會開著 所以我們熱風就不客氣的 用最大的風吹就可以 先給大家一個錯誤的吹法 非常多男生會犯這個錯 我告訴你 雖然這樣吹非常的有戲劇效果 但是頭髮一定會毛爆 不管你在用多好吹風機 都不可能變得多好 記得好的技巧會讓你示範功倍 如果有用到好的吹風機 當然你的髮指一定會超好 吹頭髮的時候 風口一樣由上往下的吹 這個是一個擴散的風口 所以還蠻容易吹到大量的面積 所以不用太擔心 你會不會只集中在一個地方吹 記得手不要忘記擺動 看我的手指頭會適當的當梳子一下 偶爾也可以這樣吹 待會你的頭髮就會揉揉亮亮 我現在已經把頭髮都吹乾了 它裡面有一個功能叫冷風 最後大家用冷風吹個十幾秒頭髮吧 基本上毛鈴片是熱脹冷縮 在你剛剛用那麼高溫的風吹過之後 毛鈴片可能會變得比較膨脹 那我們造型都是希望一整天的 所以你趕快換一個冷風吹的話 把毛鈴片順著方向這樣順下來 它就會呈現更有光澤的樣子 而且也可以緊閉毛鈴片 讓毛鈴片不要再那麼膨脹 你看這樣是不是就很有光澤 如果你學會這一招 它就會很感謝你幫它吹頭髮 Texcom吹風器裡面大概有三種功能吧 這裡面有一個特殊的功能叫鹽肌 它是說可以這樣 但是我個人應該不會把它拿來吹臉 因為它是說這個風裡面 還會有膠原蛋白 就吹上你的臉的時候 你的臉就會保濕 但我個人是比較不相信 一直吹風臉會保濕啦 我想保濕應該還是要去抹一下保養品 有非常多人會問我 到底需不需要一支好的吹風機呢 好的吹風機到底沒有差別 我只能說 如果你是髮質超好的指法 你可能感受不大 如果你是頭髮非常多的人啊 或你是有自然捲的啊 還是你是燙捲的人 我告訴你 吹風機真的影響超級大的 它會讓你的護髮變得事半功倍 似乎只要有一點點保養品 你的頭髮就能得到非常高級的質感 更重要的是它有維持度也會變得更好 Tescom這支吹風機還是折疊的 所以在家裡收藏也是蠻好的 我們都是這樣塞在衣櫥裡面啦 此外除了剛剛講的這個風頭以外 Tescom這個牌子也非常的貼心 送給了大家 兩個風頭 而且它是一個標配 像這個風頭就是急風口 它是拿來吹噪型用的 這個就大家不陌生了 這個是 如果你燙捲頭髮的話 你是可以拿來烘頭髮用的 所以這樣就一套 非常的厲害 我前陣子拿到這個吹風機的時候 我就在想它跟很多牌子的吹風機 都長得有那麼一點點像 到底差在哪呢 它上面就貼著 日本製 重點是它的價格超不像日本製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價格真的算是蠻經濟實惠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查它的價格 因為它還蠻多通路有在賣的我發現 總之推薦給大家 每一個人家裡都需要有一支好的吹風機 如果你今天做的造型燙了頭髮 還是剪了頭髮染了頭髮 這樣都有助於維持你的質感跟光澤 就像這樣 也希望大家都有學會吹頭髮的技巧 其實也沒什麼大技巧 就是輕輕的溫柔的 記得撥開頭髮 把頭髮吹仔細 最後再順著吹它 手可以當梳子 以上幾個重點 就把它學會吧 OK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買一次Tescom的吹風機 而且它感覺出去玩也很方便 因為它這樣就折起來了 非常的不佔空間 而且也非常的輕啊 身為一個髮型師 我使用過非常多台吹風機 以居家的程度來說 我真的覺得 它很棒了 OK今天希望你們看完影片的時候 就成為一個很會吹頭髮 那如果你沒有另外一半的話 先把自己的頭髮好好吹完 等到有另外一半的時候 你再跟他說你的拿手絕過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是你的髮型師志遠 下支影片見 掰掰 看樣子用溫風來吹寵物 他們看起來也是非常的過癮呢